各位大家好 今天呢很高興在這裡為各位介紹這一款呢 地表最強阿公 杯子 Cup 杯子 士官長 他為什麼稱為地表最強阿公呢 因為他是在變形金剛裡面呢 算是比較元老級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身經百戰 然後很常說他在賽博團之戰時候的故事 當年怎麼樣blablabla就是一個很十足的士官長 老兵 老士官長 那這款玩具呢 我也很意外官方會在這時候推出 那 就他在網路上論的就是他可能很多人對他的評價就是 他雖然臉呢非常的帥氣 但是呢身材感覺就是太過於苗條 不太符合他身為一個老兵的形象 但是我們不做不就身材來做解釋 來做他的詮釋 我們就一款玩具 來做演示就好了 首先呢 人心心態方面呢 這團杯子的臉呢 確實非常的老成 完全全展現出他身為一個 老士官長應有的自信 跟笑容 OK 然後附的武器呢是雙槍 那雙槍呢一樣在 機器在 單體型態就是他附在上面的小頭領型態呢 他一樣是可以像這樣子左右做一個結合 然後可以幫小頭領呢放在這裡 然後做死 讓他手可以拿著雙槍 然後讓小頭領在上面為他出生入死 那這一款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背包 那如果硬要講背包就是雙槍可以收納在背部 他就像背包一樣 然後就變成他的背包了 不然這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背包的 那偷膠呢 一樣就是 算是刀衣有道 偷的非常的漂亮 那這款呢 變形算是非常的巧妙 就是他把 身上所有的 稱為車子的零件呢 全部很精妙的隱藏在身體裡面 跟腿裡面 好等一下為各位演示的時候呢 各位就可以知道這款玩具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好 那人形形態呢 基本上可動度呢 就是大臂365度旋轉沒有問題 好 然後手呢 一樣這裡做一個斜切關節沒有問題 手肘呢 可以超過90度 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 這裡是一個雙重關節 然後拳頭呢 可以做一個左右 但是沒有辦法旋轉 因為沒有給他旋轉的關節 那腰呢 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 所以可以做一個365度旋轉 沒有問題 非常的流暢 頭也一樣 左右 上下有一點微幅的條 然後可以微幅的條動 大骨關節呢 前後踢腿沒有問題 然後膝蓋呢 也可以做到近乎90度 然後斜切關節左右沒有問題 也是一樣 可惜的是 他沒有做一個腿的接地 僅僅有做一個 腳尖可以像這樣子左右 然後前後這樣子動而已 好 這也是因應變形結構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這樣 其實他 官方也給了他一個斜斜的接地 但是就是 也是可惜的是 他並沒有多餘的可動 那基本的可動度呢 官方也努力的設定給你了 那就不用多苛責了 我們直接進入變形結構吧 一樣首先 將這個充滿自信的老頭呢 我們把它拿下來 這是一個老 也是一樣 官方經典 沒有塗裝 OK 然後 變形結構呢 首先 將手呢 這是我用我自己的順序啦 將手呢 拳頭往這邊 這個 PPAP的動作 OK 然後 折疊 像一下 黏黏槍一樣 OK 各位了解嗎 OK 然後手呢 轉成這樣的角度 左右交疊這裡各有一個卡扣 我們把手組合進去 好像這樣子 OK 沒問題 那 那 倉蓋呢 我們打開 身體呢 像這樣子 做一個解放 腰 旋轉 180度 然後呢 把這一塊 零件 我們把它拉出來 我們倉蓋先改起來 這邊呢 前半段就完成了 非常的精妙 把這些零件 全部折疊在身體裡面 非常的棒 OK 下半身 我們繼續 首先呢 將這一塊零件 我們向上 翻起來 左右各一個 那 這裡 這塊零件 我們把它向 打開 像這樣 左右各一塊 這樣子呢 整個角呢 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這也是空的 看得出來嗎 好 假設像這樣子把它展開 然後 腳底板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收起來 OK 那接下來呢 把這一整個零件 灰色 跟這一塊零件 我們整個向後折疊 變成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把這整塊零件呢 我們就像這樣折起來 好 先準備 然後 這一塊 就往下壓 這個零件呢 這邊 有一個卡扣 各有一個卡扣 總共兩個 這裡 跟 這裡 兩個 三個 這樣組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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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是一樣 左右各一個卡扣 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OK 然後 這塊擋板呢 一樣做一個密合 好 那 杯子呢 士官長的基本型 基本車型呢 就完成了 好 然後 接下來 這兩管武器呢 可以像這樣子 搭載在 這個布這裡 完美搭載了 那 車型呢 基本上細節呢 一樣 官方的強項 非常的到位 那 隱藏起來的那種質感呢 其實也非常的好 跟原本 舊官方比起來呢 它車型呢 顯得 飽滿 嬌小了許多 這也是因為 看起來比較 車型比較飽滿 比較有扎實的感覺 底盤呢 也隱藏得 非常的好 那輪胎的滾動呢 基本上 四個輪胎都非常的好 那 這裡不得不罵一下 那 官方的 嗯 近期的玩具 都不行 有些都會故意做成像這樣的一個卡扣 而不再像傳統一樣 這樣是一個打一隻錨釘的 這個錨釘的我比較喜歡 因為看起來比較穩固 也沒有 這個扣起來也沒有不好啦 只是覺得就好像廉價了一點這樣 那 那 人型呢 一樣可以在車型的型態呢 把人 這樣塞在這個人 這個座位裡面 像這樣子 那杯子 這一款 杯子試管掌呢 我覺得 就變形結構跟整體造型呢 我大概可以幫它打 70分 為什麼70分呢 剩下30分 扣分在哪裡 一就是我們大家講的 他的體態呢 顯得太過消瘦 而不像是一個 這個中年 老年 人應該要有的身材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的可動度呢 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呢 限制住了他的腳掌呢 跟手腕的可動度 這兩個地方就為他扣了不少分數 然後 其他就 分數就是因為他 變形結構精妙 跟武器的收納呢 不糟糕 所以把他分數拉起來了 一樣 我覺得他是 70分的玩具 也是非常高分的 就這一季最新的太坦回歸來說 那他也算是一個非常前段的玩具 也是我非常 推薦的玩具 那 有機會呢 各位也可以入手一支來玩玩看 真的是不錯 十八個變形步驟 精妙的把一些變形零件隱藏在身體裡面 就各位可以仔細的享受一下變形過程 今天為各位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